从远古时期就已知道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吐雾大行星,以及脚下的地球,到近代的天王星、海王星,再到现代的科医国盖集离散盘,人类认识的太阳系将界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,在现度上扩到了10倍左右,那么,离散盘是否就是太阳系的将界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 太阳系里的彗星按轨道周期的长短可以分为两类,其中短周期彗星大都来自科医国盖,那么,长周期彗星又来自何方呢? 1950年,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·珍妮瑞·瑞·沃对长周期彗星进行了研究,他发现,很多长周期彗星的原字点,位于聚太阳5-15万天文单位,约合0.82.4光年的区域内,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假设,即在那里存在一个长周期彗星的大本营。 这一假设,与将可依博代视为短周期彗星补充基地的假设,有着一句同工真妙,但世界上更早。 那个遥远的长周期彗星大本营,后来被人们用奥尔特的名字,命名为奥尔特云,博尔克克朗,主流。 由于长周期彗星几乎来自各个方向,因此奥尔特云被认为,大体上是球对称的。 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奥尔特云分为两部分,聚太阳2万天文单位以内的部分,被称为内奥尔特云,它成云环形分布。 聚太阳2万天文单位以外的部分,被称为奥尔特云,它才是球对称的。 据估计,奥尔特云中约有几万亿颗直径,在一公里以上的彗星,其总质量约为地球质量的几倍到几十倍。 由于数量众多,在一些可普世意图中,奥尔特云被画得像一颗真强的羽团一样。 但事实上,奥尔特云中两个相连小天体之间的平均距离,约有几千万公里,是太阳系中天体分布最为稀疏的区域之一。 在聚太阳如此遥远的地方,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奥尔特云呢? 一些天文学家认为,雨林三排类似,奥尔特云最初是不存在的。 如今构成奥尔特云的那些小天体最初雨行星一样,形成于聚太阳近别多的地方,后来是被外行星的引力作用选了出去,才形成了奥尔特云。 奥尔特云中的小天体,由于聚太阳及其遥远,很容易受银河系引力长的潮汐作用以及附近恒星引力长的干扰。 那些干扰会使得其中一部分小天体进入内太阳系,从而成为长周期归星。 奥尔特云及太阳系结构是一图,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,1900、1992,奥尔特云距我们如此遥远,而且包含的有大都是小天体。 读者们也许会以为,除直接来自那里的长周期归星外,我们不太可能观测到任何属于奥尔特云的天体,其实却不然。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观测到几千,乃至几万天文单位之外的小天体,而是因为奥尔特云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区域,少数奥尔特云天体的轨道离我们相当近,甚至能近到可被直接观测到的程度。 2003年,美国帕洛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布朗麦克尔布朗,他也是创神星的。 发现者之一发现了一个临时编号为2003VB12正式编号为90377的海外天体。 它的轨道远一点距离约为971千文单位,近视点距离仅有76千文单位。 这个天体的块头很大,否则就不会被发现了。 直径约有1500公里,曾一度被荡成地势大行星的号宣者,当时系神星尚未被发现。 新闻学家们给它取了一个专门的名称,赛德纳德纳英纽特神话中的海洋生物之神。 一般认为,赛德纳是属于那奥尔特云的天体。 初期,除赛德纳外,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,有些读者甚至用肉眼都曾看到过的天体。 哈雷彗星,也被认为是,有可能来自奥尔特云的。 哈雷彗星虽然是一个短周期彗星,但很多天文学家认为,它是从奥尔特云进入巨行星的引力范围后,守候着的干扰,才成为短周期彗星的。 奥尔特云究竟有多大呢? 今天的很多天文学家认为,它的范围延伸到巨太阳约5万天文单位的地方,但也有人像奥尔特当年一样,认为它延伸得更远,直到太阳引力控制范围的最边缘,这一边缘大约在巨太阳10万到20万天文单位处。 在那之外,银河系引力场的潮汐作用,及附近恒星的引力作用,将超过太阳的引力,请读者想一想,我们为什么在提到了银河系引力场时强调潮汐作用,而在提到附近恒星的引力场时不强调这一点? 如果那样的话,奥尔特云的外边缘,应该就是太阳系的将界了。 不过,奥尔特云未必是太阳系将界附近的唯一运力,1984年,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老普,David Mop和赛普考斯基,Jack Sapkowski,在对过去2亿5千万年间,地球上的大规模生物灭绝状况进行研究后提出,那种灭绝似乎停止每隔2600万年发生一次,而且有迹象表明,其中至少有两次似乎于大远星撞击地球的时间, 时间相吻合其中最主名的一次被认为是发生在距禁约6500万年的白恶季末期,导致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量生物灭绝。 同年,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马勒,Richard Mala,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,认为太阳有可能有一颗犹异在太阳系边缘的暴星。 这颗半星是一颗赫矮星或红矮星赫矮星的质量,约在木星质量的3到75倍之间,红矮星的质量约在木星质量的75到500倍之间。 它距太阳最远时约有1.4、2.4光年感兴趣的读者,请根据小小文提供的信息,计算一下它离太阳最坚实的距离。 这颗半星每隔2600万年,经过奥尔特云的一部分。 在它的引力干扰下,大量的奥尔特云天,体会脱离原先的轨道而进入内太阳系,其中个别天体会与地球相撞,从而造成大规模的生物面诀。 由于这颗半星所提的可怕作用,它被称为内梅西斯Nemesis。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,如果太阳真的有这样一颗半星,并且它真的有人们所猜测的那种作用,那它无疑是太阳系间界附近最可怕的天体。 但即便如此,我们也不必害怕,因为按照那些科学家的说法,地球上最近一次大规模生物灭绝,大约发生在至今500万年以前。 那么下一次同类事件,如果有的话,就该是两件多万年之后的事了。 那时假如人类还存在,想必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灾难。 人类探索太阳系将界的事业正愿为结束,这样的事业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科学,它值得人们去做永生的探索。 人们认为太阳外其他恒星也会有自己的奥尔特星云存在,又如果两颗距离近的恒星,其奥尔特云会出现重叠,导致彗星走进另一恒星的太阳系内部。 预计在1000万年以内,这有可能是洞奥尔特云的恒星是Gliff 710,该恒星距离地球63光年。 它引人注意的地方,是因为透过固有运动,朝着地球方向逐渐移近。 根据Hepardos未听最新传回的数据,它可能会于140万年内,进入于地球1.1光年7万千文单位的范围内。 在最近距离时,现在某是不可见的这颗暗星,将会成为可以和新秀而征规的0.6星等亮星。 Gliff 710不会和太阳相撞,但它的强大引力将射动奥特云,使大量的彗星进入内太阳系,增加与地球发生撞击的机会。 有趣的是,在过去或未来的一千万之间,对太阳系的射动影响力太第二的恒星,是大零五。 它是一个单联星系统,拥有太阳5.8倍的质量。 在730万年前,它距离太阳系不到9.8光年。 太阳系的边界,太阳系既没有法定的边界,也没有一致公认的范围。 如果以离太阳最远的冥王星轨道,作为太阳系边界,那么,边界线离太阳约39.4千文单位,约合59.1000米。 格里格门律师彗星,总是1907年回归,它的总继是164.3年。 如果以它的轨道的远日点,作为太阳系的边界,则半径是58千文单位,奥尔特云的距离为3万到10万千文单位。 也有定位15万千文单位的,如果以奥尔特云为太阳系的终端,太阳系边界也就可以定在这里,利用牛顿万有隐蔽定律,可以钻得太阳系的稳定边界在8万到12千文单位处,超出这个范围的天体和物质。 太阳引力对它将不起作用,美旅行者一号飞船,揭示太阳系边界新特征,即将飞出太阳系的美国旅行者一号飞船,已经发挥了有关太阳系边界的大量数据。 科学家22日报告说,这些数据既正是旅行者一号已进入太阳系最边缘的地带,也揭示了太阳系边界一些新特点。 发射的旅行者一号飞船,现在了已去地球140亿公里,是飞得最远的人造号天气,它在左右探测到的一些迹象,使科学家们判断,它与首次穿越太阳系最外层的标志,激波边界。 根据旅行者一号这次穿越激波边界时搜集的数据,科学家们在将于23日出版的《新一期科学》杂志上发表四天文章,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它在太阳系远郊的所见所得。 激波边界是太阳光在恒星间气气压力下减速的地带,在这里本来以超音速运动的太阳光粒子纠染点速到亚音速,产生了激波。 早些科学家曾推测激波边界可能去太阳几十个天文单位,一天文单位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约1.5亿公里,甚至比一些外围行星离太阳的距离还近,现在则认为它的位置会随太阳风的强弱而不断变化,可能去太阳90至100个天文单位。 而旅行者穿越激波边界失去太阳90至100个天文单位,证实了科学家们的后裔推测。 早先科学家还预测,在激波边界处因为太阳光可恒星间气体的相互作用,低能量粒子的比喻会到幅度增加,而高能量粒子会加速运动,但高能量粒子却没有加速。 这被科学家称为最让人惊讶的发现,科学家们还在论文中指出,旅行者1号在2004年12月中旬左右探测到等离子体的震荡,但是此后这一现象却没有再出现。 在同一时间,这艘飞船还探测到其周围的磁场突然增强,并一直延续到现在,这两项证据都表明旅行者1号确实穿越了激波边界,并寻找可能的外星智慧生命线索。 著名科学家卡尔萨根本人,让他携带了地球名片,这是一个刻着各种理科图案的镀金铜片,飞船上还有地球上各种声音的记录,让可能存在的外星智慧生命。 知道地球生命,在穿越激波边界后,然后就要飞入太阳系外的宇宙,密歇根大学空间科学教授文纳德·威斯克将旅行者1号,抵作持久事件,寻找尼罗河源头的探浅家,这就是旅行者最让人激动的地方。 目前在太空中走得最远的人类文明使者,美国旅行者1号探测器,正在向太阳系边界逼近,甚至有科学家认为,他一度可能已突破了太阳系,原来步行进空间的第一道交界线。 两个美国研究小组5日在华盛顿美国宇航局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,就旅行者1号是否曾首次实现,从太阳系突然发表了不同看法。 两个小组的相关论文,同时发表在六月正式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,太阳与其他恒星间并非虚空一片,而是充斥着气体和尘埃组成的锡钵等离子体。 天文学上称作星际介质,由带电绿子等组成的太阳风,在向宇宙扩张的过程中会形成日光层,日光层犹如宇宙中的一个巨大气泡。 太阳和太阳系九大行星处于气泡内,而气泡又包含在星际介质中。 这个气泡与星际介质的交界区域,被视为太阳系的边界。 早前研究认为,太阳系边界实际上是多层次的,最里面的是所谓中置激波层。 太阳风与星际介质,会在该区域撞击产生冲击波。 太阳风在撞击后,速度将由超音速几句下降至亚音速,一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约1.5亿公里。 美国约翰斯·沃普金斯大学的克里米吉斯说,他和同事们对旅行者1号上的低能带电粒子探测器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, 2002年8月该探测器与太阳距离达到85千万单位,在随后6个多月内, 其周围的太阳风速度急剧下降,带电粒子数量则大幅度上升, 意味着旅行者1号在这段时间内可能穿过了中止基波层。 分析还显示,2003年初,中止基波层似乎又从太阳系向外运动,抽到了旅行者1号前面。 该探测器再次落入超音速太阳光中、克里米吉斯等推测, 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日光层会随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, 而相应地上外膨胀或下面伸缩,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麦克唐纳博士领导的另一个小组, 得出了与克里米吉斯等人不同的结论。 他们称,对旅行者1号则场观测数据的分析显示, 该探测器没有抵达过中止基波层。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菲斯克在同期自然上专闻评论说, 上述两项研究结论都不能说是确定的, 旅行者1号未来发挥的数据将有助理回答它是否真的穿过了中止基波层。 多年来,与比它早些时候发射的旅行者2号, 联合对太阳系外微行星及其微星, 展开了大量有价值的观测, 两个探测器上都在有度尽畅谈, 记载着地球人用55种语言都可能遭遇到外星人发出的问候。 1998年,旅行者1号超越坚持者10号, 成为在宇宙中飞行的最远的人类探测器, 今年11月5日,或者说135一公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